下周一,8月第一部港剧要播出了,那就是港剧《花旦珠》成立,男艺人谭郡演主演《小花富嘉丽》,男艺人关楚要担任第二主角的大型动作类港剧《特技人》,剧集背景聚焦在飞车动作特技人的故事,上演一场场有血有泪的感人故事。 这里稍微曝光一些花絮照和大致内容看,来自江苏的女孩子,朱成立,这几年得以上位《特技人》,算是她付出最多的港剧剧集,因为在剧中她作为女特技人之一,要上演很多的动作戏,玩爆破,练飞车,本身只有舞蹈底子的朱成立,也是只好拼啊。 坐在天台边,只靠一条钢丝保命,演《特技人》的同时,还在《特技人》中充当脚帘,训练附加丽的同时大玩打拳戏份,相信这一场看两位花旦打拳,也是相当吸引人眼球。 迪龙的儿子,谭俊彦,在刚刚主演《玩天命》后,再来一部《特技人》,在剧中饰演特技队的队长,所以她的动作戏份可也是不少。 只不过她的演技真一般般为,将在剧中上演飞车戏,本身混进了多年电影圈的她,这些戏对她来说不难。 据之,谭俊彦为了这部戏,曾在拍摄中受了多次的伤,被玻璃割伤过,但都依然坚持继续拍完戏,不耽误进度,TVB小花,附加丽,在《特技人》演一个默默无名的女明星,虽然她没有多少的动作戏,但在演温戏也是牺牲了不少。 拍一段沙滩戏婉转性感,同时在剧中,因为要拍一段广告,上演了一段光头女孩子踢足球的戏份,直接致敬多年前的经典电影《少林足球》,算是大大牺牲了其女神形象,港剧小花,沈卓莹,在这次剧中饰演的是一个年轻妈妈,相信很是考验演技的。 好了,感兴趣的就等待这部最新港剧在下周的播出。